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R表示此事上处在很早的阶段 现在还没有正式签下任何编剧 而是在物色编剧人选和拍剧的想法 稍晚Deadline 综艺等媒体也确认HBO Max计划拍HR剧集 在刚起步的阶段 目前还没有什么定下来 包括拍什么 怎么拍之类 Deadline猜测 可能拍摄形式之一是衍生剧 下面来看热门恐怖片《寂静之地2》的最新上映消息 恐怖片《寂静之地2》经历过第四次条档后 如今推到今年9月17日 佩拉蒙称致力于保证该片登录影片 该片继续讲述在怪兽横行的末世中不要说话的故事 那些寻生而至的怪兽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Emily Blunt, Millicent Simmons, Noah Jupe将回归主演 John Krasinski将回归指导并出演回忆中的戏份 在最新曝光的剧情中《寂静之地2》出现了一种类似蝙蝠的怪物以人类为实 Emily Blunt饰演的母亲不得已带着孩子四处躲藏 影片最早的档期是去年3月 此后改到了同年9月 后改至今年4月 现在则改到今年9月 再来看美国经典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即将拍摄剧集的消息 由美国作家Francisca Key Fitzgerald所著的经典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将被搬上小荧幕 该剧将由ANE Studios和美国ITV Studios共同打造 是一部大制作的限定剧 此项目目前已经开发了3年多 将透过现代镜头反映破碎的美国梦 更深入地挖掘人物的隐藏生活 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以20世纪、20年代、纽约市及长岛为背景的中篇小说 出版于1925年 此后被改编成多部影视作品 其中最被大众熟悉的是2013年由Leonardo DiCaprio主演的电影版 全球总票房达2.08亿美元 一起来看动作冒险片《古墓丽影2》的拍摄消息 由Alicia Vikander主演的《古墓丽影2》宣布了新导演人选 《恶魔之地》导演Misha Green将指导该片 并将同时担任编剧 《古墓丽影》系列由知名游戏改编 2001年、2003年曾被开发成两部电影 由Angelina Jolie主演 2018年重启版《古墓丽影》《缘起之战》上映由World Uthog指导 Alicia Vikander、Dominique West、Walton Goggins等主演 全球票房高达2.75亿美元 中国内地票房高达4.97亿元 黑人女导演Misha Green此前曾担任《恶魔之地》的导演和编剧 并为剧集《地下党》撰写了剧本 此外她还将编剧Netflix出品的动作片《母亲》 并担任制片人 下面来看经典恐怖片《电锯惊魂9》的最新上映消息 近期《电锯惊魂9》《螺旋》曝光了一张全新的剧照 在照片中出现了贯穿整个《电锯惊魂》系列的红色螺旋记号 可谓是标志性的符号 此番再次出现说明影片在故事和元素上是对于全系列的传承 而《电锯惊魂9》《螺旋》将会有一个全新的故事 以Chris Rock所饰演的警探展开 用他的视角来展现那些恐怖的杀人游戏 据悉影片的故事与前作并无多少关联 但会在设定上呼应前作并且具有巨大的反转 由此可见《电锯惊魂9》将会是一部全新的重启制作 《电锯惊魂》系列是一套恐怖惊悚片 由导演温子仁开创 全系列影片以精巧的结构设计、剧情反转以及恐怖元素风靡全球 按照计划《电锯惊魂9》《螺旋》将会在2021年5月21日在北美上映 再来看由著名导演Guy Ricci即将带来的双男主影片消息 在确定Jason Statham主演后 Guy Ricci的新作原名为五眼联盟的影片 再度确认了两位主演 Josh Harnett和Hugh Grant 据悉这将会是一部间谍惊悚片 而影片会有一个双男主的设定 从故事来看 这将会是一部烧脑与动作场面相结合的影片 影片目前正在土耳其与卡塔尔拍摄 Statham能够进入演艺圈也是Guy Ricci的使然 她的电影《处女座》是Ritchie导演的《两感大烟枪》 是一部黑色喜剧犯罪电影 因为这部影片让Statham一举成名 而Hugh Grant也是Ritchie手下的老将 他们曾经在2015年和2019年合作过影片《秘密特工》和影片《绅士们》 按照计划如果一切顺利 本片会在2022年上映 下面来看火热真人秀与卡戴珊姐妹同行的结局上映消息 金卡戴珊和丈夫坎耶韦斯特的婚姻 基本上已经没有再挽回的可能 卡戴珊已经开始制定撤离计划 而更加详细的离婚内容 金暂时不会公布 因为这是今年下半年要播出的 与卡戴珊姐妹同行第二世纪 也是最后一集的主要情节 参与拍摄的剧组相关人员也都为此签了保密协议 坎耶的财富积累主要来自于他的说唱事业以及椰子系列 是坎耶最大的收入来源 而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他的素生衣品牌美妆和香水 尽管他是靠真人秀出名 但参加节目的所得 占据了他总收入很少的一部分 而这也是他准备停拍 与卡戴珊姐妹同行的原因之一 金和坎耶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娱乐圈中的难得的模范夫妻 但两人去年7月被爆婚姻亮红灯 在经历了婚姻咨询后两人还是无法继续相处 彼此都已厌倦了 最后一起来看美国电影学会榜单的提名消息 近日美国电影学会公布年度十佳电影及年度十佳剧集 由赵婷指导的《无一之地》 皮克斯芯片《心灵奇旅》 大卫芬奇指导的《曼克》 历史题材影片《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等均入选十佳电影 此外百老汇音乐剧官方电影版《汉米尔顿》或特别奖 剧集方面大热的美剧《风骚律师》 《后裔器兵》 《曼达·洛人》 《美国夫人》等剧再绑 美国电影学会榜单在好莱坞影响颇大 与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重合度非常高 因此也被称为奥斯卡风向标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下期见 我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